要说大家这一年中,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节目,应该要数春节连环晚会了吧,因为这个节目代表着全家团聚的日子,一家人坐在家中,欢欢乐乐的看着节目,别提多么舒服了。 说起郭东霖,大家都不陌生吧,他可是春晚的常客,要是哪年的春晚看不见他的身影,还真是不习惯呢?其实郭东霖不仅仅是个小品演员,他还经常出演电视剧和电影之类的合作过的演员,个个都是大腕。 自从郭东霖上了一次春晚之后,好像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扎了根,1022次的在春晚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表演,想必让大家印象最深的,应该就是郭东霖和牛力的小品了吧。 两个人经常在舞台上饰演一对恩爱的小夫妻,因为次数太多,加上很逼真,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俩是现实中的夫妻,其实并不是。 郭东霖和牛力在春晚的舞台上搭档过八次,更是有人称牛力为郭东霖的御用老婆,其实牛力已经结婚了,而且老公还是一个资产过亿的企业家。 郭东霖在春晚的舞台上其实,也不只是和牛力合作过夫妻,像周涛和刘涛,也是扮演过他的妻子。 这样看来,个个都是长相貌美的,年年都换老婆,让很多人都羡慕呀,别看郭东霖经常在舞台上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,其实私下的他,如今52岁仍是孤身一人。 关于他的私人生活,我们知道的都是很少很少的,在媒体上也是从来不会提起关于这样的事情。 你们喜欢郭东霖吗? 他曾登上春晚22次,年年都换老婆,如今52岁仍是孤身一人。